对于杨子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 毫不夸张地说 我们很多的人都是看着杨子演的电视剧长大的 像笑招密使 加油儿女 幸福来敲门 新树 花飞花舞飞舞 守住人 战长沙 欢乐颂等 但是真正地让我们认识她的是加油儿女里冰雪聪明 而且古灵精怪的小雪 而欢乐颂只是让其再度地翻红 可能是同性的缘故 大家对于杨子也都是非常的熟悉了 而杨子也是一个没有偶像包袱的女艺人 在2017年2月 她和秦俊杰公开恋情以后 杨子的画风更是放飞自我发了一张 她和秦俊杰的鬼脸照来公开恋情 在娱乐圈的女明星 最近会别人问体重 这是女孩的秘密 就是不能被知道的 杨子对于自己的体重竟然是这样的 今日 杨子在微博发出 自己被助理拖着上体重秤 杨子在微博写道 因为体重秤都是骗人的 我就不上体重 在微博底下的评论也会特别的精彩 有很多的网友都觉得杨子实在是太搞笑了 但是也有一部分网友表示 心疼杨子 居然被这样的拖着 但是大家还是都很好奇杨子的体重 毕竟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重 才会被杨子如此的抗拒 有网友在微博下面问杨子 杨子还真的回复了 但是却说这是一个秘密 但是 在加在这段视频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杨子的体重 不像是其他女明星那样比较瘦 感觉应该有三位数 又得开始减肥了 虽然大家一直都在说杨子身材胖 要他减肥 但是杨子最近的态度 好像就是不想减肥 结果 杨子就回了三连怼 吃你加饭了 喝你加水了 怎样怎样 就是不减 看杨子这回复速度 感觉这话 平时肯定没少说过吧 杨子被强托上体重秤 他的这一举动量了 网友 不愧是杨子 对此你怎么看呢 我来说 你还不断 你没什么 我来这里 是一剑 你 白鳗 我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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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帮我